大家好,我是巧娘 这个影片我准备了两天 大家要求很多次了 要做万用辣椒油 今天我做了两种 先从辣椒开始 如果你没有像巧娘这样自己种辣椒 我建议你最好去买新鲜的辣椒 新鲜的辣椒知道好与坏 自己回家晾干 这样会保重辣椒的质量 辣椒发霉是不能吃的 会有严重的疾病 清洗干净放在电锅 保温烘干一个晚上 这个时候我就来处理肉桂皮 今天我会需要50克肉桂皮 肉桂皮很香 但是肉桂皮不太好买 很少人把肉桂杀了卖皮 所以今天就多用一点 肉桂皮削下来会带上木头 就要从中间扒掉 一点也不能留很硬 肉桂皮放到阳台上 今天要用花生芝麻 我都洗了在这晾着 芝麻我用150克 豆腐加今天用不到 但是已经晒干 肉桂皮已经晒干 肉桂皮很好处理 晒干了很容易碎 今天影片长 所以我教大家如何处理肉桂皮 如何处理辣椒 辣椒烘了一个晚上已经完全的酥脆 装在保鲜袋里 用擀面杖敲打擀碎就好 其实自制辣椒粉就是这样简单 你想特别的细地过筛一下 今天我会用两种 这一种不需要太细 你看酥脆这样敲打非常的方便 以前妈妈跟奶奶做咸菜 就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晒萝卜干 不能用太细的辣椒粉 这种方法处理的辣椒 比较容易粘连在咸菜上 但吃的时候会抖掉 所以只保留辣椒的味道 吃不到一块辣椒 很辣很辣 好 就这样就差不多 平常自己做的辣椒粉 就是这样处理 这一共是50克 现在锅里加了600克油 只要你自己加常吃的油就可以 加100克松的花生 炸出花生的香味 这个时候是很小火 但是油是开的 大约要炸15分钟 以最小的火 肉桂皮放在保鲜袋 同样用擀面杖来敲碎 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做的肉桂粉 大的肉桂皮可以用小机器来打碎 这些可以喝茶和咖啡用做肉桂卷 现在用擀面杖来敲碎 现材的小肉桂皮很容易敲碎 不需要用机器来打 我今天就是教大家如何处理这些辛香类的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你做咸菜腌萝卜干就需要这些动作 做萝卜干咸菜不适合用太细的粉 都是用擀面杖来擀这样粗的颗粒中 做起来比较好吃 基本上打成这样就好 但是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就是用这个蒜臼子 过去的老人没有机器都是用蒜臼子 打得很细很细的 用小筛多筛几次 想多细就有多细 现在都用机器代替了 但是少量的还是用蒜臼子来打比较方便 你看锅筛一下这些细的用来包饺子吃 你看这样的粗细就很好 我在打的过程中 这个肉桂皮很香很香的 现在已经炸了15分钟 也不一定时间多长 千万别炸糊 今天需要的东西都摆在这里 辣椒肉桂红葱头姜 还有花椒10克 5克八角 还有香叶 还有要买最贵的辣椒粉 因为辣椒粉很容易参加 我很少买 香菜不用切得太细 切个三刀两刀就好 最好用老姜 我的姜是刚下去挖的 很嫩又不辣 所以多用一些 姜我不建议用拍的 要用切的 一会你就知道 姜葱也用切的 用拍的炸不透 因为炸熟了脆脆的可以吃 油还不热的时候先加下去 因为这些都有水分 油太热会溅出来 小火慢慢的炸 这一份是我自己种的 这一份就是买的 哇 细末飘起来 这个时候炸的已经有点变色 但还不够 还要继续炸 切记不能炸糊 炸糊这锅油就坏了 大家刚才看到辣椒粉 我一倒 细末飞起来 现在加一点点水 搅拌成小疙瘩 哇 这个好了 先捞出来再说 你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都不能离开锅 一定不准去尿尿 我是一边做 是一边在这里看锅 香料捞出后 加上八角 花椒 香叶 香叶很多 可以多加一些 为什么要用两次 因为前边那些 我们都可以吃 慢慢的炸 这里还没讲完 为什么加水 就是防止加油的时候 像刚才那样 辣椒粉会飞起来 那不是开玩笑的 飞到眼睛鼻子可受不了 就这样 不用太湿 炸出来这些香料 非常的脆 非常的好吃 听听这个声音 这些装袋子 揉搓碎 下一次包饺子放上 非常非常的好吃 就不用再加麻油 不计在家里做 有的是时间 你包饺子 包包子 就可以这样做 现在香叶 八角都好了 马上捞出 这些就不要了 因为油很多 但是这些如果想留着 炖肉 炖鸡 也可以放上 因为油炸过 也很脆很脆的 行 花椒清理干净 以后我会再出一个 花椒油 专门用来包饺子 包包子的 现在就把肉桂皮 加下去 这里切记 肉桂皮 一定要小火 重要的事情 讲三遍 一定要最小最小的火 只要不灭了就好 因为肉桂皮 已经很细 经不住大火 而且要经过 三次的洗礼 现在烧开了 你看 泼下去 这个动作很危险 为什么我用 两个小铁锅 如果万一用玻璃锅 我前面有影片 我曾经炸过一个玻璃锅 特别是冬天 一定要注意 炸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两个小锅轮流着泼 这样会 这个锅冷却 再泼这一个 以这个红油锅 出油的时间 这里我讲一下 为什么去买一包辣椒粉 因为我自己的辣椒不够 要剁一个红油 给大家看 要剁红油 必须用辣椒粉 第一遍 泼完了 搅拌一下 稍微冷却一下 还可以进行第二遍 一般要泼三遍差不多 如果你愿意让红油 再红一些 你可以泼四遍 泼五遍 但是如果你锅里 没有像我这样 放上肉桂皮 多泼几遍没关系 现在这是第二遍 我把油都倒回去 但是要滤干净 第二遍很快就烧开 因为锅本来都是热的 所以很快 如果没有肉桂皮 就可以不用 就是烧干净的油来泼就好了 但是今天用肉桂皮做的特别香 特别好吃 肉桂皮在万用辣椒油当中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是第二遍 我已经倒出 如果你不愿意泼第三遍 到这里可以结束 搅拌一下 冷却一下 看看颜色 这个时候颜色已经很漂亮了 开始鸡三遍油回到锅里去 这个时候很烫 一定要垫着 我这个滤网是普通滤网 你可以买一个再细一点的 你看 自己打的辣椒比较粗 就很好滤 买的辣椒粉就比较细 很慢 油很快就开了 万用红油 这是最后一边泼了 万用辣椒油 最后还要再加芝麻 这样才是完整的程序 这个泳片 因为今天做了红油 和万用辣椒油 时间有点长 我整理很费工 但是方便大家收藏 最后一遍 全部倒出 肉桂皮红红的 都没有糊 这就很成功 我咬一下给大家听 很脆很脆的 已经没有了甜味 以后可以做萝卜干 红油 重现出琥珀色 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们要的 再看这边的 这些就有差 颜色就淡 这就是我今天两种一起做 比较给大家看 做红油就要用辣椒粉 这个一定要记得 现在锅里加200克油 油温不能太高 150克芝麻完全晾干 为什么叫万用辣椒油 因为有芝麻 可以吃饭 可以吃面 可以拌凉菜 真的是万用 但要小火有耐心 慢慢的炸 这个时候已经炸了10分钟了 芝麻慢慢的在变颜色了 你看 有点变黄了 北方的冬天 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酥菜的 只有大白菜 萝卜和马铃薯 所以这个万用辣椒油 真是万用 是非常开胃下饭的 是我们小时候难忘的回忆 今天我毫不保留的 教给大家 如果我想其他人那样 我完全可以做两支影片 但是我剪了又剪 但是为了大家方便 我还是剪成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一次比较 红油和辣椒油的区别 芝麻完全炸好 半点没有糊 这样就是最好 红油冷却的颜色更漂亮 今天晚上就吃红油超手 这个还没有完全凉透 我咬一下给大家看 颜色非常漂亮 非常的香 看我用馒头把锅擦干净 非常的香 这种辣椒油 过年的时候家里只做一次 就会吃上大半年 放常温就好 那个时候就放毯子里 哪有现在这么多玻璃瓶 放在屋厚阴凉的地方 我想我们北方那时候很浓 过年的时候做很多 天浓到清明才暖和 所以跟保存时间长也有关系 一直到夏天可以吃凉面 都是用这种芝麻辣椒油 夏天坐在院子里吃 口齿流香 哦 非常的怀念 红油用处很广泛 凉拌 醋溜马铃薯丝 红油超手等 好了 这就是我用两天的时间 为大家制作万用辣椒油的影片 我把所有的细节都讲清楚 大家可以收藏起来 这个真是万用 吃什么都可以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